关于影视剧《冰与火》到底何时上线 虽然现在还有准确的答案 但是王一博的粉丝们似乎都有等待的不耐烦了 不过俗话说好饭不怕晚 既然加这么期待王一博出演的这部剧 就耐心的等去吧 不过一直以来在王一博的身上似乎都揪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评价王一博的演技 像这个问题 不管是不是王一博的粉丝都听说过 这说是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吧 而虫子天下觉得 和评价王一博的演技这个问题 导演应该最有言权 既然今天咱们说的是关于《冰与火》的 那么来看看《冰与火》的导演是如何评价的吧 按照媒报道的说法 《冰与火》的导演大致给了王一博两评价 其一 这就是天赋 在媒体报道的视频当中 现的是和王一博有关的一场哭戏 应该说 哭戏最能考验一个演员的演技的戏份 而在这场戏中 王一博不仅顺利完成了哭戏的表演 还把现得许多人给感动哭了 于是 这部戏的导演直接评价王一博 这就是天赋 言下之意 就是在导演来 且不管王一博在其他戏份当中的演技如何 少在这场哭戏当中 王一博凭借自己扎实的演功底 赢得了导演的称赞 而且 这个称赞还不低 二 别人学四年 八年来不了 还是这场哭戏 导演王一博的演技当中 除了感叹王一博的演技来于天赋之外 当着现场所有人的面 说出了这样 据评价 那就是王一博的这种演技 别人不管是四年 还是学八年 都达不到王一博现在的水平 以说 冰与火导演给予王一博的这两个评价 都很高的了 而现在 冰与火还未上线 导演给王一两个很高的评价 你喜欢哪个 仅从虫子天下个而言 还是比较喜欢第一个评价 原因很简单 一 在娱乐圈打拼的人 一个想要在影视剧方向发的人 演技绝对是一个硬杠 不管这位明星多么鲜亮丽 不管这位明星拥有多少耀眼的光环 演不过关 至少在影视剧这一块 是无法继续发展去的 而王一博拥有高超的演技天赋 从陈情令 是 咱们一起见证了王一博 在影视剧当着的猪 精彩的表现 如果陈情令当着 王一博所饰演的 色 还能用轻松来形容的话 那么现在再来看看 一博在影视剧当着的表现 简直可以用刮目像来形容 至于说第二个评价 可以说是第一个评的演生品 因为只有当王一博拥有高超的演技赋之后 他的演技才能让别人望尘莫及 才能让人不管是学四年 还是学八年 都赶不上王一博 再的演技 那么你呢 在冰与火导演给出的两个 价当中 你喜欢哪个呢 能说说你喜欢的理由吗 尚就是本次文章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 对于此事有何见解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